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小劉騎著重機車 通過一個直線隧道 看到這個圖 他隧道有限速 那個限速 70公里每小時 那機車行駛隧道的行車記錄 如這個表 如這個圖 那關於小劉行駛過程敘述下列可知證券 這是XT圖 不是VT圖 要仔細看 我們看A選項 做等加速運動 不對 他0到10秒是做等速移動 然後呢 10到20秒也是做等速 但是這兩個速度不一樣 所以他是有加速 但不是等加速度 這一段是等速 這一段也是等速 不過從這裡到這裡 他速度有變化 所以他有加速度 但不是等加速度 所以A選項他說 做加速度運動 這個對 那平均速率是70公里每小時 我們看看這個平均速率 因為他方向沒有改變 所以平均速度的大小 就是平均速率 平均速率 我們通常用這個符號 就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平均速度的大小 這個就是那個位移 除以那個時間 30秒內的位移多少呢 0到600 600 除以30 所以多少呢 20 20公尺 每秒 他是 他的平均速率 那等於 幾公里每小時 1小時 我們曉得這個 1小時3600秒 所以我把他乘以3600秒 不過他再乘以1000 為什麼 這個改一下好了 20嘛 這個 公尺就是 死的-3次彎公里 死的-3次彎公里 公里 那1秒的話是 3600分之1 每小時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呢 等於20乘以10的 戶3 再乘以3600秒 這是公里 每小時 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有三個零 三個零把他約掉 這樣就沒了 36乘以2的話 剛好是72 72公里 每小時 這是他的平均速率 好所以A選項是對的 A選項是對的 這樣看B選項 做等速運動也不對啊 因為他有三段時間嘛 第一個10秒 做等速運動 第二個10秒是做等速 但是兩個等速呢 速度不一樣 所以這個不是等速運動 這樣看 C選項 做等加速度運動也不對啊 再我們看 D選項 做等速度運動也不對啊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P 可以 對 我們下載了 我們下載了